今天是我必須要去大陸一下下 6月8號 6月8號出去 然後我現在我發覺我去了以後還要再隔離 那我就想說我在台灣已經隔離14天了 我現在應該不用再隔離了 詹女士不服認為她只是搭兩個小時的飛機 剛飛到廈門根本沒有出國門就原機飛回來 怎麼還要居家檢疫14天 她一定要進飯店去做PCR檢定 所以你不可能沒有入境 你一定要去做完PCR才可以再搭飛機回 我事情要處理 所以你就走路 我就走路過來 都在這邊還不到兩個小時 還不到一個小時 一堆人就來了 去年6月8號從廈門返台之後 詹女士6月11號公司臨時有事 步行走到離住家500公尺遠的辦公室 兩個小時之後警方找上門要她簽名寫字 認為她6月8號到6月22號這段期間 沒有居家檢疫 衛生局對她開罰20萬元 其實根據傳染病防治法 居家檢疫者擅自外出 只要一踏出家門就會罰10萬元 超過兩個小時就罰20萬 最高還會罰到100萬 要是居檢者真的有重大急事 可以由衛生局安排外出 但詹小姐沒有告知 還偷溜出門兩個小時 台南市衛生局才會開罰 都雖然主述她原機緩台 但是她的班機是隔日起飛 那屬於出境再次入境 仍然有傳播的風險 只不過詹女士今年6月才回台 自稱不知道被衛生局開罰 超過三數期無法替自己辯解 提告行政訴訟 台南地院認為已經超過起訴時效 駁回上訴 TVBS新聞顧子昌愛嬌賢宗家軍 台南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